又是你 严主任将小说重重地砸在马飞的头上 全场哗然 而主任公马飞却不以为然 他似笑非笑地往台上走去 严主任气急了 细数着他的过错 他公开宣布 开除马飞同学的学籍 马飞听到毫不在意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七年没见的爸爸 此刻也在操场后面 马飞的爸爸老马先前是一名桥梁工程师 建成了本市最大的桥梁 东佩大桥 他万寿瞩目 也因此成为了亚运圣火的一名火炬手 当天 他一手举着火炬 一手拿着给儿子马飞准备的生日礼物 采访完毕 他带着礼物向马飞跑去 而在这一刻 马飞感受到了虚荣带来的快感 可正当大家都在开心之时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大桥坍塌了 而老马选择 替单位背飞锅 独自一人承担责任 老马因此落难入狱 妻子心语也选择离婚 老马在监狱的七年里 备受育有欺负 但他毫不在意 他勤勤恳恳 只为了能尽快回家 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身边 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才发现早已被改成了杂物件 而妻子心语也改嫁给了老孟 之前的邻居们看到老马 就像看到过街老鼠一般 大家觉得 如果不是他贪赃王法 大桥不会他 他们也不会被连累 但老马没有反驳 他选择了默默承受 然后他找到了前妻心语家 心语看到老马也是一脸震惊 而此时 老孟也接到了严主任 要将马飞开除的消息 三人立马赶向学校 心语和老孟向严主任苦苦哀求 不要开除马飞 可眼里只有升学率的严主任 就是不同意 他指着荣誉强 续说着本校的荣誉 你们自己想想 马飞有朝一日能让我 把他也挂在墙上吗 很显然 严主任的这句话 直接堵住了夫妻俩想继续说的话 而一直站在门外的老马此刻冲了进来 他不容许有人这样贬低自己的儿子 马飞没问题的 马飞完全没问题 这也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基本的信任 孔夫子尚且说 有教无理 而你们只在乎升学率 那些落后的孩子呢 随即老马和严主任打了个赌 一时间 所有人面面相取 而大家听完老马的话 更是引来众多嘲笑 因为大家根本不相信 常年倒数第一的孩子 一个学期内进步可以这么大 四人离开学校 心语更是出言嘲讽 听到妈妈不快的言语 马飞静止跑开 即使爸爸为自己辩解 可他自己也不相信 可老马觉得自己已经错过儿子七年的光阴了 儿子的教育更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找到之前的徒弟大头 以帮忙免费设计图纸为代价 拿回了之前院里的钥匙 一走进去 尘土飞扬 过去的回忆涌了出来 即使如此 两人也丝毫不嫌弃 而到家的第一件事 老马就将马飞的书包直接来了个底朝天 这个爸爸不仅同意儿子不做作业 竟然还将书包的席题全部扔掉 随后他将所有的课本叠在一起 又拿出了一把尺子 在十一厘米 到考试节 每天零点一厘米 听了爸爸的话 儿子顿时觉得学习好像没有那么难 第一次有了想学习的冲动 南海马飞成绩常年垫底 不是逃课就是矿课 可自从出狱的爸爸老马 跟他讲了那些话 感受到爸爸对自己崇拜又热烈的眼神 他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做到 于是马飞摒弃了以往的学习态度 开始上课认真听讲 而老马也在课下带马飞去田野里撒欢 敞开心扉清净大自然 细细品味诗意的韵味 马飞在此也学习到了 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很快进行了器中检测 马飞的成绩也逐渐有起色 虽然只是班级倒数第五名 但老马给予马飞极大的夸奖 这种鼓励式教育真的是所有孩子的光 老马也自制了一个的飞机模型 给马飞当作进步的奖励 可好景不长 得知消息的妈妈直接找上门来 她觉得老马荒废了马飞的时间 可老马却说 虽然心语不赞同 但也知道老马是为儿子好 无可奈何的心语只能离开 可刚出狱的老马也在为生活发愁 为了满足儿子的小愿望 他还去卖洗 兼职早起班砖 卖了老古董手表 凑钱给马飞买了一台电脑 马飞高兴极了 激动地跳了起来 这时门铃声响起 来者正是马飞的班主任小高老师 他为了孩子不叫作业而来 别的孩子每天半夜学到十一二点 而马飞却在玩游戏 老马安抚小高老师 而后反问道 这样一学学十几年 他们眼中那种厌倦 我们真的看不见吗 小高老师正住了 他觉得老马的话有道理 不再过多地去涉及马飞的行为 日子一天天过去 马飞的成绩在大家的见证下提高了不少 可一心想开除马飞的严主任 却不乐意了 他开始关注马飞的纪律 还亲自检查马飞的作业 隔天 马飞因为小混混地出现耽误了上学 校长看到马飞不仅迟到 还衣衫不整地出现在教室门口 他一把抢过马飞的书包 将其翻个底朝天 剑里面只有一个飞机模型 他顿时火冒三丈 拉着马飞就往外走 到走廊处将飞机模型扔了下去 见到模型被损坏 马飞学习的心也随之解灭 爸爸 我不是不努力 可我真的不想下去了 马飞回家告诉了爸爸他的想法 加上校长的施压 他觉得自己根本达不到钱世明的目标 老马刚想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 邻居们发现了偷住在家里的父子俩 他们围了上来 又想再次说交 可这次 这一幕被马飞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觉得这句话 不仅是说给邻居们 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于是第二天 马飞给爸爸留了一张纸条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让老马直接破防 这个在儿子面前顶天立地的男人 终是湿了眼眶 这个爸爸竟然带儿子逃学去看行展 他们不顾校长和班主任的阻拦 瞒着妈妈心语 直接踏上了逃学的旅程 他们晚上补课 白天旅行 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而他们也是在最后一天到达的航展 可观赏票早就卖光了 老马带着马飞登上附近的野山 找到了最佳观赏位置 马飞看着一架架飞机在眼前呼啸而起 冲上云霄 他感受到 爸爸之前问的问题 答案正在心中悄悄发芽 而这也是马飞一生中最甜蜜的旅程 父子俩在返程中遇到了特大洪水 两人因此走散 马飞不幸被困在水中 老马不顾救援人员的阻拦 一把抢过救援人员的扩音器大喊 马飞拆下一块木板 当作木筏的主体 用床单和被单代替绳子 还拿了手电筒和哨子来传递信号 就这样 马飞凭借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 成功获救 父子俩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天灾 很快就到了期末考试 马飞在考场上展露了从未有过的自信 成绩公布后 马飞获得了第65名的好成绩 但并没有如期达到前10名 按照赌约 他还是要被开除学籍 可小小高老师察觉不对劲 去办公室翻到了马飞的试卷 果然有问题 他一把拦下老梦的汽车 马飞总成绩641分 距离年纪前是只差21分 欠我一出问题的 是这样卷策 原来严主任给马飞的作文判了0分 老马带着儿子找到严主任 希望能让马飞朗读一下他的作文 可严主任依然觉得跑题就应得0分 一些老师觉得马飞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大家赞赏 在座的校领导各知己见 决定分别打分 最后取平均值 这篇作文最终得分22.8分 听到这个结果大家高兴坏了 这样的话 马飞的成绩刚好到达年级第十 他可以如愿留在学校 而后续的学习中 马飞继续努力 成了最有希望考取状元的学生 而在那一次航展中 他心中发芽的种子就是成为一名飞行员 他也不负众望 考上了航天学校 跟着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最年轻的航天员 而多年以后 老马也在无意中得知 当年的大桥坍塌一事 是自己的徒弟大头偷工减料 从中获利而导致的后果 最终老马翻了案 彻底恢复名誉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老马作为一个父亲 他始终觉得 成绩固然重要 但他更想交给儿子的是 知识和人生有更真切的联系 并不是只有考试而已 而人生就像射箭 梦想就像剑靶子 如果连剑靶子也找不到的话 你每天拉工有什么意义 一个被到处否定的坏孩子 也能找到他梦想的一片天